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廖 今天要來盤點放學後桌遊俱樂部第一集中 OP與桌遊店所出現的桌遊 在還沒有觀看齒片之前 建議你可以再把第一集看過一遍 看看自己可以認出多少款遊戲呢? 好 現在就給你五秒的時間 快在下方留言把你發現的遊戲列出來吧 如果時間不夠的話可以自己按暫停喔 計時開始 5 4 3 2 1 時間到 好的 接下來會依照第一集的時間軸 依許帶大家來看看有什麼遊戲吧 先從比較簡單的OP開始吧 OP的一開始是滿畫面的各種卡牌 其中就包含了 而卡片之後會出現一個賽子 那是戰地盤所用的賽子 接著來到OP中段 有個桌遊異空間 美姬所乘坐的是搶地盤裡的遊戲圖版 而旁邊那隻是遊戲中的阿薩姆 而圍繞在林身邊的是大頭娃娃裡各式各樣的卡片喔 而途中還亂入一隻精靈國度的龍呢 接著跟翠打牌是德國蟑螂封面上的那一隻 而他們手上也拿著遊戲中的卡片喔 最後進到豬肉店 一進門看到的是神奇果汁 而翠手上拿的從上到下分別是 陶裡亞特蘭提斯 身世與淑女與聖石之路 加上從左到右 第一層 翠與祕境 努斯俠灣 亡命之徒 克蘇魯維基 第二層是 大搜查 卡卡送 時間守望 電車大亨 第三層是 鐵道任務 王于爭霸 而他們最後在玩的遊戲是 誰是牛頭王 接著要進入真正困難的部分 來開始盤點桌遊店了 我會很快的把出現的遊戲念過去 跟不上的可以自己按暫停喔 主要店裡有 米勒三古狼人 誰是牛頭王 推翻蘇丹 噢我的好貨 set 花火 獸魔獵人 搶地盤 帝國爭霸 鬼陣奇壇 終極狼人 一端神文擴充 終極狼人 第二彈 精靈國度 布羅與玫瑰 哥哥不入 Rexon 假面舞會 前面展示架上的 弱可可 帝國開拓者 寶藏獵人 Bastion 地城任務 電車大亨 洞穴農夫 洞穴對決 拼布藝術 最後靠著牆面的那一櫃有 翠羽秘境 牡斯峽灣 王秘之圖 克蘇魯維基 瘟疫維基 傳承第二季 巫術學院 大搜查 鐵刀任務 黃瑜爭霸 與干杯 美姬旁邊的 鮑爾良 斯陶芬王朝 創世神界 後面貼搶的 魔幻工廠 駱駝大賽二版 葡萄酒莊園 風王城堡 價值從上到下分別是 客音布拉 神奇果汁 拔毛運動會 兔子王國 冒中迷情 玩蜜賽道 曼哈頓 拼布藝術 機密代號 瓦卡天卡 而畫面由左到右有 時間守望 瘋狂山脈 風王城堡 龍城堆壘 Level 8 矮人礦坑 Elements 鮑爾良 斯陶芬王朝 創世神劍 鴻龍酒店2 鴻龍酒店3 這款桌遊 蝶戰特攻 鐮刀戰爭 魔法書 冰炫企鵝2 冰炫企鵝 機密代號 璀璨寶石 Photo Party 年年變色龍 深入絕境 而翠手上拿的 璀璨寶石 殖民火星 妙與說書人 左上角露出的兩個遊戲 印江寶藏 Fortage 他們面對的櫃子上有 郊區 妙與說書人 曼哈頓 拼布藝術 巫術學院 乾杯 殖民地 黃瑜爭霸 而這邊有發現可能是作畫上的錯誤 翠的面前原本是巫術學院與乾杯 而鏡頭拉鏡後巫術學院變成假面舞會了 然後這櫃的右半邊剛剛沒有提到 這裡有 而在美機的後面可以看到 鐵道任務 北歐跟村莊 兩款遊戲 最後 翠的後面是 地城任務 跟寶藏獵人 以上就是我們所盤點出來的桌遊 如果你有注意到1滴的話 就能看到是有桌遊店進行監修的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遊戲 其中還有一些我們辨認不出來的漏網之魚 如果發現我們沒有找到的遊戲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另外我會把影片中提到的遊戲 列在下方資訊欄 方便大家去認識這些遊戲 本來這支影片是要跟搶地盤的遊戲解析放在一起講的 但是盤點桌遊店的難度比我們預想的還要高出很多 除了日本與台灣紅的遊戲不太一樣之外 有些遊戲又有不同版本的印刷 再加上這些遊戲在畫面就只出現小小的一個角落 要不是運氣好也辨識不出來呢 最後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加訂閱 也別忘了點擊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啦 那我們下集見 掰掰